- 大家好,我是Breena,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今天有一位大来宾,是在新加坡工作的Tini 她本身是台湾人,我们赶快来欢迎她 - 大家好,我是Tini - 赶快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在台湾之前的工作经验 然后你现在在新加坡的工作 首先我是中山医学大学的护理系毕业的 在台湾的公家医院工作一年 外科病房 然后我后来就到新加坡的公家医院的急诊室 工作目前快两年这样子 当初怎么会想到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 当初其实这个机缘很特别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外国梦 然后当初就一直想说 想要去美国啊去澳洲这样子 然后后来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系上有办一个 到新加坡交流的一个见习 然后我就报 我就去缴一些资料就报名了 我那时候就有去新加坡 大概快一个月的见 他们的公家医院去见习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哦那里的环境感觉我蛮喜欢 因为我蛮喜欢热带国家的 然后他又是讲 就是跳脱一个台湾的国家 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后来等到回台湾以后 我们系上因为有 有跟那边的医院有 还有继续联系 那时候老师说 哎刚好有开一个interview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来报名参加 我那时候就也是抱持着 哎蛮有趣的心态 就也想说 哦去偷偷看 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没有毕业 对于未来的出路 也还不是很了解 我想说哦就有多方机会 多多尝试 那我就去偷偷看履历吧 那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护理经验 于是我就先跟老师说 哎我想要先加入这一个interview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还记得他们interview 问什么吗 嗯主要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 去参加interview的时候 蛮多都是有经验的护理师 都做了差不多六七年 都非常有经验 我那时候也非常经常 而且我那时候才大学 大四 我还没有考任何的执照 那我就非常非常一个菜的人 我就还一直上网查说 哎那些工作经验的问题 是什么啊之类的 我很怕他会问我一些 哦病人的状况或什么 但我觉得他们interview 会依照每个人的 不同的经验 而去询问问题 他那时候就问我说 哦我实习的经验啊 为什么会想要去新加坡工作 你懂新加坡的文化吗 之类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那我也刚好借这次机会 因为我有跟他们说 我有去新加坡见习过 我觉得那里的文化 还蛮特别的 就跟他们聊一聊 后来他们就说 那要等我考完 拿到台湾的license 我才能去到新加坡工作 那因为我那时候也还没有毕业 拿到新加坡的工作之前 会有两阶段的考试 他们比较特别是 第一阶段是先面试 第二阶段还是比试 那如果你面试有过没过 他就会先刷掉一些人 然后有过的人 才会考他们的SMB 有点像是Singapore Nursing Board 他们的执照考试 但前提是 要有台湾的执照 才能报考这一个考试 那时候interview 跟谁interview啊 那时候interview 我记得是两 有两个 一个是他们Singapore Nursing Board的 一个比较大的长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我现在自己医院的一个 像Nursing Ship的那种阶级的 那个叫什么 护理最高阶级那个护理 督导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有点像督导 他们会来 对 我忘记叫什么 就他们会来这边 就interview 可是他们是每年 他们好像每次来 interview的医院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管道 因为我是透过学校 但其实这个管道 其实你上那种104的那个 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其他人 说你怎么找到 这一个工作 他们其实也有在104 释放这些消息 那其实你在 就是如果你不是透过学校 你是想要自己 想要来尝试看 面试看看的话 也是可以自己去搜寻报名的 对 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他们会要求你 一定要考到台湾的 护理师执照吗 那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必要条件 就是他们一定要你达到的 在去之前 首先的话是必须要有 大学武装二纪的毕业学历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然后加上必须要有 台湾的护理执照 不管你有没有经验 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一定要有 毕业的学历跟你的执照 然后再来 这就是最基本的 那英文方面的话 因为其实新加坡虽然是英语系国家 但还是 还是很多华人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你 他没有一个你一定要有的英文标准 你一定要交出一个 多亿或多福成绩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 想要尝试跳脱于台湾的 就是想要尝试去英语系国家的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优势吧 但是我还是有教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起那些有经验的人 我已经算是比较没有能力的 也不是比较 就是我比较算是经验不足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增加我的加分项目 所以我那时候有去考托福 然后有说 我其实是英文是可以证明的 那整个interview下来的话 我们也都是以英文去interview 因为我们工作上还是以英文为准 所以我们他必须你要在英文沟通上 是要很顺的 是可以跟病人还有跟医生 还有跟一些医疗团队 是可以用英文沟通的这样 大概就这样啦 就如果基本条件的话 那你刚刚说 第一阶段面试 第二阶段比试 那比试的话会不会很难啊 比试就都选择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那我那时候刚考完 我们台湾的那个执照 所以我那时候记忆还非常有心 他就等于是 有点像把所有台湾的那些选择题 变成英文版而已 我那时候考的时候 比较有点像是以经验为主 他不太会考一些比较刻板的东西 他可能会问你说 你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要需要怎么处理这样 不过他不会有什么副选题啊 都是单选题 然后他只要你过了那个50% 你就可以通过 你目前在那边待了 就是快两年一整 你会不会觉得 觉得就是很proud of yourself 就是哇塞 老娘竟然就是在那边 待了两年了 对我其实一开始还蛮 对这里非常culture shock 我那时候也 因为毕竟台湾还是蛮走 都是讲中文嘛 然后我们的记录也是都打中文 毕竟我一开始就突然没有工作经验 然后要突然跳脱一个不是讲华语的环境 一开始真的是超紧张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会value掉 就可能三个月使用期就会打到行李走人 而且我那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单位是他们指定的 我们不能选择 对 所以我那时候他 因为我以前是在外科病房 然后他突然就说 哎 你就 而上一道ED 然后我就 哈 我完全没有ED经验 我也没有重症纪 重症经验 我那时候超级错的 但我就是一个意志力 就觉得不行 我就是来了 我不能这样子打包行李回去 很丢脸 所以我就靠着我的意志力 就撑过去这样子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在急诊 在急诊 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有啊 我觉得急诊 这边的有些酒醉的人蛮多的啦 就可能要遇到一些酒醉 处理一些酒醉的人 对 然后加上 嗯 这边的 护理环境 比较像是 Total Care 他需要的是 全职的照护 不是只是你需要处理他的 护理的措施 你可能需要的是 你还要帮他 打理他的生理需求 毕竟 他们比较觉得 我来医院 我们是要来 服务他们的 Total Care 所以对 这边的人来讲 如果他进了医院 他就想要受到一个 舒服的照顾 而不是只是来 医疗我的病 而是他要全身的 就觉得 我是需要来 被 服务的 我们有点服务业 加上 我们还要有点 专业 嗯 所以在这边 我们在 跟病人 讲话的时候 我们都要比较的 Polite 然后也需要 去问说 哎 你吃饭了没啊 就他们会觉得 生理需求会大于 他们的疾病 这是我觉得 最Culture Shock 的一个地方 不过我在 Interview的时候 因为我们Interview 他们之前就会 有一些 给我们介绍说 哦 这里的环境如何 然后还有 薪资啊 他福利都会跟我们说 所以在 这些 我们要来工作的时候 他都会有跟我们 讲大概的状况 只是他会问我 哦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 Interview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 Nursing Shade 他就有问我说 我们这里是 Total Care 你可以接受吗 而且他知道 我没有 Nursing Experience 所以他就说 我们这里是 Total Care 有可能 我们还要帮病人 擦澡洗澡 你OK吗 你要 我们还要帮病人 换diaper 你OK吗 我那时候 当然是OK啦 但是我 我当下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有吓到 虽然急诊是 我们不用帮病人洗澡的 我们要 可是我们还是要 帮病人换尿布 所以我一开始 还蛮不习惯 我们原来我们护理 要做这么多事情 这份工作本来就是 如果你全程的 在照顾一个病人的话 你会知道他的需求 或是你在 换尿布的时候 你可能也知道 哦 他的排便状况 或是他的 他的伤口啊 你都会 比较清楚 他的整体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各有利弊啦 就有些人 就会觉得 你要做很多事情 很累 但是一方面 你也是可以清楚的 了解这个病人 那你在急诊的话 是有没有所谓 互并比 像跟病房一样那种 应该也有 我们 我的医院比 较血汗一点 就 我们的互命迪 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其实太多人 离开这个岗位 变成我们有点 shut down 我们的manpower 有点不够 所以变成我们 有时候流关区 我们本应是我们三到四个 护理人员 我们需要照顾 差不多20到23个病人 对 是真的很夸张 但是其实 我刚来的时候 没有那么夸张 我刚来的时候可能 三个护理师 对11 12个病人而已 但是因为现在实在是 manpower很不够 对 那是因为 那时候COVID很严重的时候 太多的离职 加上很多的国家都 关掉他们的border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 找其他人来 过来工作 那最近有一直在招新人 像美国有LNA CNA 就是在 就类似 护理师助理嘛 然后他们是做基本的 什么量vital science 插澡 什么那新加坡 有这种制度吗 有有有 我们像RN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RN的职位 那你们的L 是LN LNA LNA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 EN Enroe Nurse 就负责量vital science 可能ECG 他们也可以做 发病人餐点 也是他们这样子 然后患理尿布啊 生理需求 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做HCA 就叫做 Health Care Assistant 就更基本的生理需求 像是 也是上插澡啊 带病人去厕所啊 那些比较类似 康护的工作 就是HCA在做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team 我们还是有 自己的岗位 就也不会到 我们必须要做到 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RN做的事情 就会比较多 因为 毕竟我们有时候 会需要打记录啊 跟医生沟通 像这个病人 出什么状况 我们都要去负责 一个team的话 也会给你两个RN 给你一个是 主要是管in charge的 就打记录啊 还有跟医生沟通 还有负责handover交班 那第二个RN的话 就负责发药就好 就是一整个ship都在发药 那他就是要非常focus在发药 刚开始就是去到那边的话 你刚刚讲到英文 就是我们大家都叫singlish singlish非常的奥妙 你有没有发生一些糗事 还是你觉得说 我现在已经是完全懂singlish了 我现在还是会有点 有时候会听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但我一开始还是完全听不懂 然后我也不太敢接电话 我觉得接电话很痛苦 那些接电话 我有一次突然接电话 然后好像是那个 laboratory打电话来说 有病人的抽血报告异常 我完全听不懂 我就转过去 跟我的preceptor说 sorry I cannot 我不懂 完全就I don't understand 就觉得自己很丢脸 真的很丢脸 然后加上 因为我们有那种resource的地方 resource就动作比较快 因为我们的病人 有可能比较trauma 或是他是比较紧急 有可能靠地要arrest的病人 那时候病人一进来 parametic就会直接跟我们讲说 这个病人的story 这动作都要超级快 我在里面的时候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我要必须很快 catch到重点跟catch到他们的singlish 我一开始也是很不习惯 那其实singlish这种东西 讲久了 你emuse在那个环境里 其实就会很 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习惯 你来示范一下singlish 好想听哦 Hello my name is Tini 然后you can or not 之类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 我们就说can or not 或是我们有时候会说 ok啦 ok啦 就从这后面就这样加一个啦 现在想想蛮有趣啦 不过当下当时的那时候的我 我会觉得我每天压力都很大 然后我也在交班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讲到很快 加上他们的口音 有时候都蛮重的 我会没办法抓到 我要做的事情 但我每天是真的 我每天下班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 我还会去看youtube的singlish 看youtube的一些新加坡人的一些youtuber 他们的说话的口音 一直听一直听 一些疾病啊 还有一些他们常用的一些医疗术语 我都会问他们说 哎那怎么拼啊 怎么写啊 我觉得都有一个小本本 然后全部都是英文 不是在记我今天学到什么 全部都是英文 然后他们的发音啊什么的 对 那你刚刚说就是 你的医院是公家医院 那新加坡有什么私利的 然后就是有这样有分吗 还是全部都公家医院 有他们有公家医院 也有私人医院 那公家医院的话 好像我有去打听公家医院 好像是薪水会比较高 他们的basic的sing 也比较高 但他们的绩效红利 就没有像私人的给那么多 那私人的话 就是他们basic可能 相对会稍微低一点 不过他们在给红利 那些绩效的话会给 绩效好像会给的 percent数比较高 我们是利用 他们的工作签证来的 所以变成是 我们只能在公家医院工作 如果我们不是那个PR 我们不是新加坡的长久居民的话 那其实我来这边的话 工作差不多两年多 就可以try的 try to申请那个 长久的 长久居民证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批准你 就也是靠运气问题 那我现在就是也想要尝试看看 去申请这个PR 如果你要去私家医院的话 他比较希望你是PR的身份 所以听起来你也可能会待在那边 在一阵子哦 目前的话 应该还会在这边待一阵子 不过还是有一些远程的目标啦 还是有在规划 但目前的话 我是还蛮喜欢这里的环境 然后也觉得 这边 因为这边离台湾也蛮近的 就大概飞机 飞四个小时 会顾虑到家人啦 所以就会觉得 如果有什么紧急事啊 或是想要回去看一下家人的话 其实飞一个四小时的飞机 其实蛮OK的 我觉得 然后机票的话也不会到很贵 因为连航大概 如果不含行李 可能台币才六七千 然后如果你可能含行李 九千一万这样 完全没有时差 所以我是可以依照 这就是正常生活习惯 跟家人视讯的 薪资来讲的话呢 你不用跟我讲一个 不用讲specific numbers 就是以你之前在台湾上班的薪资 跟你现在的薪资 还有福利啊 那些比的话 你觉得就是有什么 哪里不一样 然后薪资大概 就是会会比较 有没有比较多这样子啊 薪资的话 因为我在台湾工作 我会比较多了 让你让我看